贝克汉姆此前是公认的足坛帅哥,虽然如今早已变成了帅大叔,但依旧是粉丝多多。 近日,英国媒体却爆料贝克汉姆,在前段时间,秘密进行了执法手术,以避免秃头危机。 瞧这怎样的大脑门,哎,小贝毕竟是英国人嘛,英国人民的发际线似乎一直都挺虐的,贝克汉姆也没有逃过秃头危机,之前几次造型中的M型发际线是非常明显。 据英媒报道,43岁的贝克汉姆在2017年秘密直发,有段时间几乎都戴着帽子,就连去到海边度假玩耍,也不把毛钱帽子摘下来。 而前阵子参加白金汉宫的活动时,贝克汉姆以最新造型出席,那新发型是一头利落的短发,仔细看会发现发际线似乎是变得不太一样了。 前一类一些,对此,贝克汉姆的发言人回应称,无论真假,这都是分隐私问题,不会给出确切回应。 不过网友们也都表示,喜欢小贝是因为他在多个领域的成就,以及喜欢他那一大家子可爱的孩子们,无论是不是秃乎贝,他都很帅,更何况秃头又是很常见的问题,没必要太过在意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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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